退休是我们人生里最重要的一个拐点,不仅预示着我们退出了职场竞争,也告诉我们自己的身体在逐年衰老。 人生的最后一程就是,过好我们的退休生活。 生活里,有些老人觉得自己终于退休了,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想去哪儿也不用跟谁请假,不怕扣工资,想怎么花钱都随自己的心意,反正到日子都会有固定的退休经到账,想跟那个亲戚走得近些也随意,反正自己的时间有的事。 其实,我们退休老人还真不能这样随心所欲地去过我们的退休生活。 我们需要对自己有所约束,才能真正过上我们心中想要的美好生活,否则就会出现对我们不利的事情,让我们的退休生活,甚至晚景悲狼。 退休后的我们,既不要把什么事情想得那么简单,也不要把所有事情思虑到那般复杂。 我们只需好好地接受现实,相信人性,它是安然地过自己的日子,才能够让自己的退休生活真正过得舒畅。 舒心,这就需要我们退休后,少去这三个地方,少花这三方面的金钱,少跟这三种亲戚来往,安静通透地活好自己,过好自己的退休生活就行。 一,三钱不花,一,不易之财,人到了六十岁之后,就意味着进入了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心态也变得更加平和,不会再去做一些和年龄不相符的事情。 虽然每个人都有一个发财梦,但是对于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来说,健康地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的钱财始终无法让人心安,如果继续花不易之财的话,每天就好像惊弓之鸟那般,根本无法度过一个好的晚年。 二,不要花别人的钱财,尤其是六十岁以上的伙伴们,千万不要冒险把目光放在别人的钱财上。 以上也说,到了六十岁以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享晚年,如果一步走错的话,很有可能会遭受牢狱之灾,一辈子的积蓄也可能因此打了水漂。 到了六十岁之后,一定要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只要能保证基本的衣食无忧,就是最大的幸福。 三,不要乱买药。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界的法则,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但是依旧阻挡不了大家想要长生不老的心。 很多伙伴到了六十岁之后,为了让身体更加健康,经常把各种各样的补药带回家中,不仅浪费了很多钱财,还让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 七十人活在时拼的就是心态,研究表明好的心态能让人长寿,因此大家只要保持好的心态,就一定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躯。 二,三地补去。 一,补去赌博。赌徒是最不值得同情的遗连人,赌博不仅无法给大家带来财富,也会让大家失去原本的幸福。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是常有的事,很多染伤毒瘾的人为了赌博四处借钱,甚至还会铤而走险行盗窃之事,毁了自己的一生,因此大家一定要忍离赌徒和赌场。 二,不留恋风花场所。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经常徘徊在风花场所当中,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还无法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严重的话还会出现晚节不保的现象,无言面对身边的亲人,真是得不偿失。 三,补去是非之地。 到了六十岁以后,千万不要多管闲事,尤其是别人家的家务事,否则就会引火上身,给自己添很多麻烦。 三,三亲不走。 一,不走贤疲爱富的亲戚,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亲戚。 这种亲戚完全没有来往的必要,因为这一类亲戚只会在你有钱的时候对你笑脸相迎,如果哪天你落魄了,就会对你置之不理,不值得深交,而且即便是你有求于他们,他们也不会帮忙。 二,毕竟这样的人非常自私,只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来不会顾及其他人。 二,不走不懂得感恩的亲戚。 亲戚其实就是亲人,亲人间互帮互助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些人不懂感恩,只知道一位所取。 这一类人不值得深交,感恩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是没有良知的,人品也不过端正,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一定要尽早断了联系。 三,不走爱说闲话的亲戚。 有些人非常喜欢说别人家的闲话,议论他人的是非。 如果你身边有这类人,一定要尽早远离,因为这类人的内心是畸形的,从来不盼别人好。 今天他可能在你的面前说他人的闲话,明天就有可能在他人面前说你的闲话。 如果继续和他们交往下去的话,肯定会吃亏。 一,不要谈论以前单位的人或者是,退休后就需要跟以前的单位划清界限。 如若你没有释怀,处于多种多样的动机把以前单位人或者是抖露出来。 听到的人但凡断章取义,并且背着你以恶传恶,你跟以前的单位势必会纠缠不清。 虽然你退休了,但是你跟以前的单位会存在隐患,隐患会构成所谓的后患。 为了避免言多语诗,无论你在以前的单位经历过低谷,还是你在以前的单位经历过巅峰,你都要闭口不言,除了避免别人误认为你想当初的起点多么低的与此同时,还能够避免别人误认为你既然提当年的勇,也就不算好汉。 众中之众会言多语诗,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比办了不应该办的是性质还要严重。 二,不要聊退休的相关话题,退休后就需要谨言慎行,退休相关的话题能回避就回避,既需要尽量避免说功龄多少年,又需要尽量避免说退休以前的工资。 如若不然,即使你没有透露实际的退休金,别人也能够估算出来,但凡传到别有用心的人耳朵里面,无论你退休前的工资,还是退休后的退休金,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惦记。 况且你的存款照样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顾摸出来,除了会引发比你强的人瞧不起以外,还会引发比你弱的人嫉妒。 至于直接探讨退休的相关话题,更需要能杜绝就杜绝,总而言之退休金是维持晚年生活的,并非用来谈论的。 三,不要谈论儿女的工作或者事业,退休后就不要盲目干预儿女的工作或者事业,为此出门在外应该散心就散心。 最好避免谈论儿女的工作或者事业,如若不然会给儿女的工作或者事业造成困扰。 毕竟你的儿女的工作或者事业处在刚起步的阶段,极有可能会被别人质疑。 哪怕你的儿女的工作或者事业已经小有成就,极有可能会被别人嫉妒或者利用。 跟外人聊天要筛选话题,既要筛选主动发起的话题,又要筛选别人主动发起的话题。 无论你说不说,还是你听不听,都是你来做决定。 至于跟儿女或者儿女另一半的矛盾更不能让外人知晓,以免外人会挑拨离间。 在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与此同时,还会扩散你的家潮。 退休后的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远离是非之地。 自己清闲为智者,少去让自己生气,是非多的地方,这样避免我们被伤害。 到时候,不仅仅伤的是感情,甚至还会被伤财,那才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遵循我们自己的内心需求,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我们最好的退休生活。 少花那些冤枉钱,多为自己储蓄些养老钱,才是我们最睿智的选择。 不是我们小气自私,而是你即使花了那些冤枉钱,也不会有人说你好,反而给别人留下茶余饭后的谈资。 骂你是傻子,少跟那些与自己无情缘的亲戚来往。 多跟自己身边的人走动,与温暖自己的人来往,才是我们退休后最明智的选择。 因为不是所有的亲戚都是自己的亲人,也不是所有的亲戚都有亲情。 最后,祝福我们所有的退休老人,都能够安宁地享受自己的美好退休生活,安康幸福快乐地过好自己的日子。 蒙田曾说,死亡,是造物者为人类安排的一种自然的,需要的,普遍的灾害。 人们总是机会谈其生死,与之有关的一切问题,在生活中更是讳目如深。 虽说云云众生,殊不爱生,但生老病死是客观的自然规律。 没有谁能幸免,与其害怕逃避,不如坦然面对,才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的积极态度。 特别是那些家中只有一个孩子的老人,暮年时能依靠的人不多,但需要操心的时却不少。 现如今已经不是养儿防老的时代,父母手里有钱至关重要。 但基于现实来说,儿女的陪伴仍能为父母的晚年锦上添花,尤其是在多子女家庭。 当父母过了六十岁之后,兄弟姐妹有伤有量,轮流替换,能够降低经济压力,也能使父母不再孤单。 这是独生子女比不了的。 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在年轻时免去了过多的烦泪,但在晚年时却需要考虑诸多问题。 比如无论儿女都独立出去,有了自己的家庭,能回来的次数寥寥无几。 父母双亲的养老压力滚滚而来,他们必须独自扛起重担,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当然,还有父母离开后,独生子女所要面临的困境,这也是许多父母最担心的情况。 陪伴了孩子一辈子,倘若有一天撒手人寰,儿女们没有兄弟姐妹帮衬,又该如何自处呢? 但已经走到这一步,谁都无能为力,唯有提前规划,能有效度过难关。 过了六十岁,只有一个儿女的老人们,要准备好这些后事,这是为了儿女,也是为了你好,为了自己能安享晚年,也为了子孙后代能有稳定的未来。 在六十岁之后,请提前安排好这三件事,提前留一笔钱,缓解子女的压力。 陆瑶在《平凡的世界》里写道,钱是好东西,它能使人不再心慌,并且叫人产生自信。 生儿育女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持,等父母垂垂老矣之时,赡养双亲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独生子女的家庭,虽然没有多子女家庭那样的抚养压力,但未来的养老压力却正好相反,特别是子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需要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多重压力。 为了生活,他们需要拼命地挣钱,有时候无暇顾及个关系父母,也并非是有意为之。 作为孩子的父母,理应享受子女的孝心,但也应该体谅他们的难处。 聪明的老人,懂得自谋出路,而不是将养老之事,全权交付于子女手上。 正所谓,据安斯微微自小,有被五患患可处,年过花甲,为自己提前预留一笔养老钱,既能防患于未然,也能减轻子女的压力。 这笔钱,可以用来日常的开销,让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有所保障,省去了子女的担忧。 这笔钱,可以在病痛来临时,不至于手忙脚乱,去东拼西凑的借钱,留下了自己的体面。 这笔钱,还可以让自己投身于兴趣爱好,不至于在晚年过的枯燥烦闷,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就算家门不幸,子女不孝顺自己,或是他们无力尽孝,这笔钱也是自己生活的底气与勇气。 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时,不去麻烦别人过安宁的生活,一餐一饭,才会合自己的心意。 提前交给子女正确的三观,以免他们日后连连碰壁。 孟子一书中有言,道德传家,时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师叔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 不过三代,一个家族想要长久兴旺,所依靠的不是万贯家财,而是良好的家风与正确的三观。 许多父母为孩子担忧操心了一生,到了生死时刻并非惧怕离去,而是担心子女孤立无缘,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 家中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兄弟姐妹的照应,只能独自前行,于是,有人为儿女攒下了金玉满堂,有人为后代留下了珍宝钱财,期盼他们能富足安生。 但再多的家产,若是子女不能正确使用,终究会有挥霍以空的一天,家风不正的家庭,即便能继承父母的遗产,也难以守住这些财富。 曾经的巴西首富爱德华多贵诺,在商业领域风光无限,却在教育儿子上面十分失败。 他的儿子若若贵诺从小就与金钱为伴,生活十分奢靡,整日挥金如土,风流快活。 爱德华多去世以后,若若继承了父亲的二十多亿美元的遗产,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始挥霍。 他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都用在追求好莱坞女明星上,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玛丽莲梦露。 没过多少年,若若拥有的最后一家公司破产,他只能和家人靠着政府的旧基金过火。 正如曾国藩所说,子孙若不闲,则多基以前,必将多造一念,处心积虑为儿女谋财。 不如教会他们为人处事之道,让正确的三观延续传承。 提前注意好养生,保持身体的健康。 王兴华曾说,物质是养生的基础,精神是养生的支柱,科学是养生的法宝,要有正确的养生观。 开创人生第二春,人活一世,终究还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年纪渐长,更是要提前注意养生之道,替别人出谋划策了一辈子。 到了这个时候,也到了自己替自己考虑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体的器官和记忆力等都会出现衰退,行动也变得越来越不方便。 若是不想就此任命,万年的生活过得艰苦凄惨,保持身体的健康非常有必要。 有些老年人认为健康是不需要锻炼的,他们觉得强健的身体是与生俱来的。 因此,他们不太注重锻炼身体与极致饮食。 在晚年生活之中,他们吃饱了睡,睡饱了吃,觉得放纵自己享受,就是幸福的晚年。 这些老人,直到自己被疾病产生之后,才后悔不已。 其实,人到晚年,一个好的身体是锻炼出来的。 60岁之前,我们的身体还可能依靠先天的素质支撑,60岁以后,我们的身体就需要依靠锻炼维持健壮了。 曾看过一组对比图片,到了晚年坚持锻炼身体的老人,大多还每天都在坚持运动。 而晚年以后停止锻炼的老人,则多数会在病床上度过。 所以说,人到60,要想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手中要留有的第二张底牌,就是健身牌。 首先不要太过放纵自己。 制定好适合自己的养生计划,合理地安排好日常饮食。 同时做西医也要规律,早睡早起不熬夜,熬正自己能够拥有良好的睡眠质量。 放下手中的手机,多去户外散散步,活动一下身体。 不要久坐,那只会让身体僵硬。 若是自己可以自理生活,一定不要太懒。 无论是洗衣做饭,尽量自己亲力亲为,一些不算繁重的家务货。 也尽量自己独立完成,让自己的生活充实一些,就不会胡思乱想。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美好的心情, 比时赋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 心中不要装太多无味的琐事,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多看好少看坏。 在晚年,努力照顾好自己,保持自理的能力,别事事都依赖子女。 高品质的生活,全靠自己创造,唯有如此,才能享受更多的幸福与美好。 其实,无论是生一个娃还是两个娃都有各自的弊端和好处。 老人的对于家中又有一个娃的家庭还应该提早点考虑自己晚年后的生活。 古话说得好,有被武患,养儿防老的观念早已过时。 父母应该早早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打算才对。 就算家中只有一个娃,老人也应该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将自己的老年生活安排得精彩些丰富些。 六十岁,正是享受晚年生活的开始。 从这一刻开始,不要再将所有精力放在其他人身上,多为自己着想,好好爱惜身体,和理规划每一笔钱的花束。 认真度过每一天,你将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是给了儿女减轻负担。 郭木若曾说,生思本是一条线上的东西。 生是奋斗,死是休息,生是活跃,死是睡眠,生死之间,一切随缘,生命或长或短,一切皆是定数。 人生有限,生命中有尽头,活着不在于长度,而在于质量。 这一生,我们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子女。 所以